而日本新任的外務大臣林芳正 他的親中形象也備受矚目 昨天的時候他就接受了日媒採訪 談到日中關係 他強調說會持續跟中國對話 也重申台海和平穩定 對於國際社會的重要性 日前傳出中國外長王毅 邀請林芳正仿中 引起了自民黨內反彈 林芳正就說了 仿中形成目前還沒有確定 針對臺海情勢 林芳正也說會在跟美國 建立牢固信任合作關係之下 繼續跟中國來對話溝通 積極敦促中國善盡大國責任 而日本是否跟進美國 考慮對二零二二北京冬奧 進行外交抵制呢 林芳正表示現階段 還沒有做出任何決定 首 ex法體 也有 林芳正是 林芳蒂